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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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曾经喜欢的演员一路成长 而不是他困在自己的记忆里 好喜欢那个时候的他们 青色不作作 曾小贤是那个渐渐的好男人 没有离婚事件 关武是个中文不好的日本人 河路斩驳似乎与世无成 没有这么多是非 美家的酒窝很美 也不会被人质疑整容 那个时候他们只是他们 现在他们身上附加了太多 在拍还有当初的感觉吗 怎么说呢 以前最喜欢的美家 现在变得很奇怪了 以前的他清纯活泼可爱的苹果脸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脸变得怪怪的 反正还是喜欢你黑发的样子 李金明 一个演员从出道至今只有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 令我有点 你只能作为喜欢的人 不能成为偶像 如果你刚演完爱情公寓 就保持那样 绝对会比现在走得好 不管别人说好说坏 说抄袭也好 说圈钱也好 但在我看来 爱情公寓都是我们青春里的一个回忆